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很感謝大家來到這個會場 我們今天主要都是為主持人 主要都是一會兒阿丁先生說 阿丁博士和阿古先生說 我想在這時候 我們也說一說 為何會有這個座談會的出現 大家都知道在4月5日的時候 王先生突然間中風 然後離世 書展也很好 設計了一個這樣的座談會 主要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去分享 有關王先生的一些事情 這樣我們可以去思念 我也花了一點時間 今天那個組合都比較 我不可以說是奇怪的 但還是比較有趣的一個組合 一個不知道什麼的主持人 大名鼎鼎的丁博士 還有一個都是大名鼎鼎的古先生 古先生一會兒中段的時候會來的 如果大家有看的介紹 就是曾經跟王先生共事過 古天樂先生就是拍過《尋巡記》裡面的《韓少龍》 我們也希望能夠從不同的角度 來更加立體地了解王先生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這個主題 就是我們大會的主題 就是《不負此生,日月當空,詩王翼》 我想如果有看王先生的小說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日月當空是他最新的作品 最新都是五年前的 就是《聖堂三舖曲》裡面的第一部 就是《日月當空,詩王翼》當然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究竟《不負此生》到底是… 為什麼會有這個名稱呢? 其實我們手上都有… 這個是王太和我們分享的時候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就拿了《不負此生》這個句子 作為今天的主題 王太和我們分享 就說在王先生寫這個小說的案頭 他說那張書桌不是很大 在牆上就貼著一幅他自己畫的畫 不斷展示給大家看 未必看得到的 他說是山水畫 我真的不是藝術家 所以我只能相信他是山水畫 那大家如果… 丁博士說一定是 那是我的問題 那… 在這幅畫的… 左下方就蓋了一個印章 這個印章就是 《不負此生》 我們相信王先生每一天… 根據王太說 他每一天寫小說的時候 這個是放在他的案頭上面… 牆上面的一幅畫的時候 那… 我相信這個也可以作為王先生… 就是他作為自己的一個座右銘 去… 去… 看他自己的一生… 就是… 我們未必一定是需要 為國為民的大俠 正如是王生不下的小說的人物… 就是… 每一個人都是活在當下… 積極向前的人… 的人物… 那… 不負此生 我想都是一個很好的… 跟世人說… 雖然是他的座右銘 亦都是跟世人說的一番的話… 那麼… 我們… 講了今天的緣起 我們的組合 以及講了今天的主題 我們… 現在就… 開始… 去… 講一下… 思念一下王先生 就是從他… 初初出道… 初出道的時候 那個… 做中學教師這樣… 那個… 我們… 那一年時間 我們就不思念了 在藝術館的時候的一些趣事 我們有請丁博士 多謝丘博士 其實…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今天會坐在這裡 因為… 很多朋友說 你是不是搞錯? 你… 有關你的事 其實… 說起來… 我們從來都不是叫他王翼的 他有很多名字 當然我們叫他王祖強 但… 我們其實… 基本上會叫他James 因為他英文名叫James 所以我們通常叫James 他很喜歡叫做殘忠 另外… 他很喜歡叫人家做殘忠 的… 就是說人家很殘忠的意思 通常我們又會反過來叫他做殘忠 的… 就是… 很多這樣的… 稱謂… 在我們… 在… 大會堂的時代 有很多這樣的稱謂 我… 其實… 計算起來… 我想我… 入藝術館正式… 入職的時候… 其實和王祖強應該是同一年 我想應該是1979年 所以呢… 挺有緣的 因為我去到1988年的時候 1988年過了春節沒多久 我就調去歷史博物館 因為我之前一直都在香港藝術館 所以變成… 從1979年一直到1988年這個期間 他… 王祖強應該也在1988年… 遲一些的時間 也離開了藝術館 離開了這個工作崗位 所以有幸和他差不多都有 九年到十年的時間在一起 那些年代就… 那些年代其實… 大家都很… 是一個很開心的年代 大家都很年輕 那… 王祖強的… 即是說了他的趣事 就多到… 我想說到今晚… 十二點都沒說完 靠你的 那… 我不會說那麼多的 因為我的記性都開始… 慢慢衰退 那… 就算我記得了 那當然了 說到王祖強 其實他真的沒有改錯名的 因為他是一個很強的人 在我認識的朋友裡面 王祖強毫無疑問是最強的一個 他強在哪裡呢? 他的意志是非常之強 意志強 而他的體魄也非常之強 那天陳爺提醒我 我們那時候三個人 就去了恆山 即是南岳恆山 在湖南的恆山 走去… 走上山頂道 我真的被他們兩個人… 他們兩個人都快得不得了 特別是王祖強 通常來說 我走到一隻狗這樣上去的時候 他就已經在這裡… 你走得這麼慢的 走快點吧 通常都是這樣的 因為他走得非常之快 生平唯一的一次在梅窩爬上山頂 那個好像是梅花山 蓮花山 那次又是跟他們兩個走到我 最後要抬又托我才上山頂 因為辛苦得不得了 但是因為王祖強 其實我幾乎從他那一刻開始 他已經好像… 我不是很記得了 應該… 他在記憶中 他在梅窩是生活了很長的時間 所以他每一天 都是在大自然裡面活動 大家看到這幅畫 我看到這幅畫 我才勾起一些回憶 因為我看到原來是1986年畫的 那個年代 他就住在梅窩 一個叫做桃園洞的地方 不是後來的地方 是叫桃園洞 其實上碗頭之後 要一直向直走 一直走到左邊 其實是一個山卡拉 因為他似乎… 他挺喜歡住山卡拉 由頭到尾都是住山卡拉 但是那個環境相當美的 因為有條溪水流下來 我還記得住一間… 差不多是丁屋那類的村屋 所以… 其實那時候他很喜歡畫這些畫 我記得他點點下 整天點 然後走回來給我們看 他學到丁燕庸 丁燕庸是個恩師 所以他的風格 他有時候畫一個人 他學那些線條 因為他很欣賞丁燕庸的線條 他又畫幾筆 回來給我們看 所以那個年代 其實他已經是世外高人 雖然他正在上班 還是… 很奇怪地還在做政府工 所以想起來 他能夠做了十年政府工 我也是覺得不可思 以他的性格 可以做十年政府工 大家知道政府工是怎麼回事 準時上班、準時下班 然後… 然後就是… 老闆叫你做甚麼 那你要做甚麼 通常… 在我記憶裡面 王祖強就是… 老闆叫他去東 他通常是不會向東走的 這是一個風格 有一個最精彩的片段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們的老闆 是很喜歡… 因為我們放六點的 他通常六點鐘 就逐個人叫進去他的房間 這個理解的 因為… 就是… 自己坐了那個位置之後 你就知道理解 因為你平時很忙 你只是… 去到六點鐘 你就可以跟同事見面 通常他就叫到… 叫到王祖強的時候 王祖強的答案就是… 啊… 譚先生,不好意思 我趕船了 就這樣,再見 明天才見 他就走了 所以叫得幾次 譚先生都開始… 不再叫他 其實是累了我們 因為不叫他 他就叫我們 所以就想起阿丁、可仔、鄧海超之類 就逐個進去 但是王祖強一早已經免疫了 因為他… 他說他要趕船 因為他通常趕船後 他已經走了 他不會再留下來 所以… 他是一個非常之… 非常之強的人 無論是… 無論是體魄、意志 無論是體魄、意志 都是非常之強 當然… 說到… 王祖強最特別的就是… 也不知道應該這樣說 其實… 就是… 在辦公室時… 做的事才令你驚訝 那年代是… 我們最好的日子 那時是… 80年代初的時候 其實… 藝術館的人數很少而已 只有幾個人 所以… 一做事大家一起做 做完事慶功 大家一起慶功 大家很開心 就是… 非常之融洽 而… 其實王祖強那年代呢 他有一件事很突出的 就是在寫字樓 幫人看相 大家沒辦法想像的了 那年代 他在寫字樓坐在書 那些人就陸續走去… 他幫人看照片 看照片 看照片還是看照片 他甚麼都看的 但是… 大家不要覺得奇怪 因為隔壁房間 有一個人是幫人把脈的 那你說我們這班是甚麼人 藝術人 那… 其實這班人是最做得事 不是開玩笑 雖然是這樣 但是做了事情上來 待會告訴你 詹斯怎麼做事就嚇死你 但是他真的排隊排到年老 他老闆也走來排隊 我說 咦?為甚麼老闆會來呢 即是供我們三級那些 都走來排隊 因為他… 通常我想我也是幫他 在外面遺疑秩序的 因為他還沒進房間之前 大家看醫生也是 那… 都在外面要排隊等的 所以他那裡通常… 每天下午… 他上午不看證的 下午… 下午… 下午的時間 就自然有人在排隊 我們就在維持秩序 即是… 即是很後悔那時候 沒有收回一些… 審訊 即是收回審訊 也不行 但是… 我是信一件事 這個人呢… 是有點古怪的 即是… 我自己是信教的 即是… 但是… 他有些東西是真的不同的 而且他有些東西似乎是… 是… 即是有些… 怎麼說呢? 很靈異 所以… 我覺得… 似乎都是一個順利成章的發展 因為… 他… 他… 似乎是… 通靈的 即是… 他有些東西是… 完妙到不得了的 即是… 有些東西他看到… 你覺得… 這麼奇怪的 所以呢… 我是其中一個 是從來沒有找他看過照的人 因為我第一… 我就… 對自己一點信心都沒有 那… 我就很害怕 再看完之後 他摧毀我僅有的信心 所以我就… 我不知道阿陳有沒有 那我… 我自己是… 罕有地沒有… 完全沒有被他看過照的 那我又很害怕 因為他看著你的眼神 是… 好像… 看穿了你這樣 是很無癮的 這件事 因為很大壓力的 即是… 他好像… 看著你… 有時靈眼看著你 是… 不是有東西吧 即是你自己害怕的 即是… 他是有這種能力 所以… 在這方面來說 是… 我想是… 最突出的 所以… 他自己… 就是… 一方面他自己看很多書 另外他… 他… 自己的性格 亦都比較接近這件事 所以… 我想這件事 真的是講天分 所以… 他… 有很多東西是… 很準的 我… 今早就剛好拿了一份… 新亞生活 有人回憶他… 有些個案子… 股票跌他都知道的 我不知道他自己有沒有投資 即是… 如果他投資… 應該也… 不簡單 那麼… 有什麼好說呢? 但是… 講到最重要的事… 其實… 就是他做事… 他做事不是開玩笑的 他做事是非常認真的 他人… 根本上這個人… 是一個很認真的人 記憶中他做過兩個展覽 我想真的可以說… 就算是講香港的藝術發展 或者香港博物館的歷史… 都應該可以提醒的 其中一個就是… 畢加索 我想他做的畢加索展覽 應該是香港有史以來的 第一個畢加索展覽 我想是 但是… 更加驚人的 他做過一個叫Henry Moore的展覽 亨利摩爾… 大家知道… 去到… 至地那裡有一件很大件的… 那件就是Henry Moore的 大件的雕塑 展覽的難度非常之大 因為他不只是擺在館裡 而是擺在不同的空間那裡 當時是要動用到直升機 直升機掉下來的 你想想… 去籌畫一個這樣的展覽 難度有多高 所以我想真的… 除了王祖強 也沒有誰可以做得到 即是他可以運籌為握 知道如何去… 在不同的時候 接觸不同的政府部門 然後他就像將軍一樣 去指揮下面的同事 如何做 其實這個真是… 這是一個天分 你叫我一定不行 因為我只會自己盲鐘鐘做 我只是指不到人 他真是厲害 全部都是… 你做過飯 我想這個Henry Moore 起碼他做完之後 現在還未有人再做過亨利摩爾 記憶中沒有 所以… 你又會看到… 一個難度這麼高的展覽 他都可以做得出來 但還有一件趣的事 就是… 他的展覽做完之後 他跟同事說 你將來休息一天 大家知道我們是公務員 那接著那個老闆怎麼樣 我又忘了 我是不是真的休息一天 不過這個人是很深刻的 因為… 他真是… 大老闆 將來你不用上班 你休息一天 這麼辛苦 那些下屬很好看 但是… 似乎遺忘了自己的公務員 但是這個正正是他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自己的性格 非常之過人的一件事 還有什麼好說呢? 他就… 我們… 那個年代就是大家一起工作 因為無分彼此 大家有工作 大家一起做 而且那時候很多時候 大家一起去… 一起去玩 去玩什麼呢? 其實是吃飯而已 吃飯 或者有時去行山 晚上去上山頂 記得了 阿晨爺記得了 我們其中有一個… 同事呢 就… 很… 很害怕的 他經常都被… 被王祖強點他 即是教醒他 所以… 笑話年篇那個年代可以… 叫那個人托著一部… 甚麼? 打字機嗎? 從幾個樓走到幾個樓 我都忘記了 為何要這樣呢? 為何要這樣呢? 沒有,我們通常這些 是在下午吃午飯的時候 為了鍛鍊體力 所以呢 一些同事有些葬舉的 還有有人會出一些獎賞 例如說 給你幾個漢堡包 通常有人會傻傻 拿著打字機可以夠膽在 不知幾樓樓走上頂樓 有些這樣的東西 所以那年… 是的,大會堂 我們那年代是大會堂 因為大家知道大會堂 是我們香港… 可以說是公營文化的一個發源地 因為它是1962年學成 我們不要說第一代 第一代是169年,我不要理會它 1962年的大會堂就是我們… 大家知道裡面有藝術館、圖書館 另外就有演藝的… 旁邊會有演藝術的東西 所以我們說是第一代 但是那個大會堂的座椅 起床的時候不是去做一個博物館 所以我們笑話連篇 因為我們推著車仔的文物 就可以被人壓下降 即是被公眾人士壓下降 打開門 不好意思,我要運文物 如果有人打劫 其實相對來說就很容易 趣聞非常多 而James負責Modern Art Modern Art 大家知道我們大會堂10樓就是寫字樓 11、12樓就是展廳 但11、12樓是沒有電梯的 是一部樓梯 所以我們最高的那層是不能放太重的東西的 所以我們那個年代放的商年展 說了給別人聽不要太重的東西 否則就不能上去之類的東西 那時候經常被人吵 但沒辦法 即是市城城市是這樣的 那看來還有甚麼話題 我曾經看過一個報道 就是提到他關於寫的東西 你有沒有跟他改過東西 沒有,不關我的事 另有奇人坐在那裡 不過他不會發聲 其實他應該是初期時有個高手 超級高手 也不會現身的 就是幫他收拾一收拾 那時候有些新聞稿 好像 新聞稿? 新聞稿我也不知道 我以為是他寫的小說幫他收拾 我們那時候的藝術館 是一個怪人俱樂部 裡面什麼人都有 實神化化 但是現在全部很正經 現在香港的博物館系統 所有工作人員都是很正經的公務員 除了有一個例外 不要爆他出來 其他人都很正經 我們那年代真的是怪人俱樂部 大概有多少個同事? 其實不是很多同事 如果我們說是 我們叫做 館長職級 我們進去的時候 就不是叫做 助理館長 我們叫做 館長助理 Museum Assistant 館長助理 其實跟上面的助理館長 升不到上去 它是一個獨立的職級 只不過後來 就將館長助理的名字 改了 叫做二級助理館長 然後館長就叫做一級助理館長 所以就可以升到上去 由二級 升到一級 我想那年代 如果是我們叫做 我們叫做一級助理館長 就是負責博物館工作的朋友 但是很厲害 所以人們就慕名而來 也不知道 會不會有其他部門的 同一個大會堂嗎? 有的 因為已經傳到其他部門都知道 但基本上都不會離開大會堂 在記憶中 不知要誇張得如此 你覺得它是否準確呢? 它嗎? 即是當年的人傳出來 我猜應該是準確 問題是如果不準確 就不會排隊 是不是? 不準確第二天 那些人都離開了 我剛才說 它真的有某種通靈的能力 真的很特別 所以我說它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就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它是真的有這個能力 所以因此之故 我猜應該是相當準確的 因為大家如果看小說的時候 都應該會知道 在王毅先生的小說裡面 有很多關於星相 我手上 當天知道要做這個主持的時候 就翻箱道龍 找出幾十年前的書 這套就是… 我想現在市面上也沒有了 就是第一套的… 王先生當時的一個武俠小說 我們叫它做 破碎虛空也是它很早期 那麼… 我自己很記得的 就是當年1988年的時候 看開金融的嘛 以前的 然後看到… 那時候我又很喜歡買博益的書 小小本也會很有趣的 就是代裝書的出現 那麼… 開始看 那麼… 老實說真的 其實… 我不是很看得明白的 那時候 年輕人一個而已 八…八… 也不是年輕人的 都在讀大學的了 那麼… 就是… 自己看的時候 我在想 就是… 如果大家有看它的小說的時候 你也會知道 其實它每一件事都… 都可以寫得很仔細 就是… 寫這個戰爭的場面 寫這個… 就是這個… 破碎虛空裡面 傳英進入這個地底的時候 那個… 我都忘記了什麼功… 那裡寫那個… 拿那個戰神圖的時候 就是… 然後說到那個星相 我那時候看它 然後連角度… 就是道數 就是什麼排成一線 然後加上就是三百六十度 諸如此類 其實… 其實就是… 其實看不明白的 老老實實 不過到最後就是覺得 他有一句… 就是… 因為這樣 所以… 他就是… 這個人必非繁品 然後就是一定會有這個… 佳餘 就是一個很好的… 良機 所以這個人就一定… 就是一個斷案 要去… 要駐這個人 這個就是當時小說裡面的反派 其中一個蒙古的反派 白斯巴 給他的一個看法 我想就是… 雖然我沒有看過黃先生 去寫… 跟別人看照 但是在這本… 就是… 由我最早期接觸… 就是黃逸的小說的開始 那也是… 有很大的一個感受 在當中… 就是… 就是… 黃逸的小說… 就是有人是… 說他… 就是… 為什麼會找到我呢? 這次就是… 因為我本身研究武俠小說的 但是實際上… 所以為什麼… 其中一個… 我不是奇… 你們不是… 就是奇妮的組合 那就是… 其中… 有人會將他放在這個武俠小說裡面的人 很多人都… 都… 就是… 提到香港的武俠小說 都會覺得他是… 就是… 金蓉啊 梁雨生啊 或者是… 稍後的… 就是台灣的古龍啊 或者是… 接著再下來的… 是這個… 溫瑞安 那麼… 黃逸算是… 就是第五個人 但是我… 當然很多人都… 最近… 大家也都知道 香港文化博物館有金融館 金融的小說 盛行了這麼多年 我自己也是… 研究金融小說起家 但是實際上… 如果… 我心底裡面… 就是我覺得… 黃先生的小說才是… 當代的武俠小說 就是… 坦白說… 金融的小說是屬於… 上一代的… 他的成就很好 但是… 黃先生的武俠小說 或者其實… 我們不可以說是武俠小說 是一個… 圓患… 即是… 這個書裡面 都是開始寫圓患的小說 那麼… 圓… 很多人… 其實以前也有問過我 或者是… 有些學生也周地問我 那麼… 老師到底什麼叫做… 圓患的小說呢? 那麼… 那麼… 我想… 大家都知道現在… 現在大陸有很多… 穿越劇… 雖然現在大陸說要禁穿越… 但是… 穿越劇… 就是來自… 網絡上面的一些… 穿越的小說… 那麼… 雖然黃先生寫的穿越小說 他不是第一人寫的 就是之前… 有李璧華的秦勇… 都有… 但是… 黃先生寫的穿越小說 可能是… 在最早期的裡面 是… 最成功的… 那一個人 那麼他也都影響了… 如果我們說從1988年… 他的小說… 就是開始… 一直到現在… 2017年都有20年的時間… 那麼… 就是… 金庸的小說… 一直去到黃先生… 1988年的新的小說出現的時候… 我相信是… 就是當代武俠小說的另一個高峰… 當然很可惜… 我們沒有辦法看到這個高峰到最後… 的那個… 那個情況… 但是… 實際上… 近這20年來… 就是整個大陸上的一些網絡小說… 由最早期… 傳統意義的一個所謂什麼… 武俠小說到後來的… 我都… 那些分類都已經是… 是… 記得不清楚… 科幻、魔幻… 圓幻啊… 二俠啊… 那麼這些小說… 其實都是… 都是來自黃先生的… 早期的創作了… 那麼… 那一會兒… 所以我們都會… 請一下… 古先生來… 說說去… 這個沉巡記… 是… 黃先生… 早期小說裡面… 都不是很早期… 中期… 即是… 早期編中期的… 小說裡面的一個… 他的一個演繹… 那麼這個… 就是從小說的… 角度上來看… 那麼我們看… 就是… 除了是… 他在博物館的時候… 在藝術館的時候… 都從來沒有… 寫小說的… 一個傾向… 那時候也是畫畫… 對… 我想是畫畫… 完全不覺得… 記憶中他有畫畫… 當然他一直都有畫畫… 即是他住在梅窩… 所以… 可能是… 假日的時候… 周山走… 看到他一些… 的景色… 他又會畫下來… 另外呢… 剛才我幾乎漏了一件事… 他是很喜歡聽… Bob Dylan的… 他是超級Bob Dylan的迷… 迷到呢… 就是向我們… 每一個同事都介紹Bob Dylan 好在哪裡來… 那就是… 然後就播給我們聽… 他說好東西… 所以我想去年… 他應該很開心… Bob Dylan最後… 拿到這個… 諾貝爾獎的時候… 我相信他應該是… 很…恩惠… 我想… 剛才提到… 他寫這麼多的小說… 我想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其實他的… 知識面是非常之闊… 對歷史有認識… 因為很多都是一個歷史的背景… 又不可以… 完全離開歷史… 另一方面他自己… 對於… 一些圓患… 或者是一些… 名利方面的東西… 他也有研究… 譬如對星壽… 他也有研究… 所以我想這個… 可能是… 使得他寫… 文革小說的時候… 就有很多素材可以用… 而且… 你看起來也像層層一樣… 所以… 我想這個知識面闊… 對他的幫助是… 很大… 他有一方面是藝術家… 但其實真的… 他那個年代… 起碼在藝術館年代… 不覺得他… 但這裡看到有一篇… 有本好像1986年… 1986年出版的… 1986年那個… 其實就是剛才我手上的… 《破碎虛空》 那就是… 好像是1986年的時候… 寫… 然後就… 八… 隔了… 有些報道就說六個月… 因為他是投稿給這個武俠世界的… 那就… 隔了六個月… 還是八個月之後才… 刊登… 然後連載… 接著再… 在結集成書… 所以那個時間都… 書上後面寫的就是1988年的… 嗯… 即是… 即是他應該未離開… 藝術館之前已經開始有這方面的… 創作… 我想要問問有關人等才知道… 因為我不太清楚… 但是… 你看到他是一個很創意的人… 很有創意的人… 而且你看到他的思想是鐵馬行空的… 嗯… 我想你從他的小說看見… 我自己就沒什麼看過… 但是看到他是… 即是他這個人本身是… 很多才多藝… 而且… 所以變成… 他寫的… 的… 小說的內容可以是非常非常豐富的… 而且… 我想那層面是超越了我們一般人的… 那個認知的範疇 可以這樣說 我有些少許的資料 就是之前… 和王太… 吃過一次飯的時候… 他就… 和我都分享王先生… 創作上的一些點滴… 這些… 可能是我們看訪問的時候… 都未必一定會看到的… 那麼… 王太就提到王先生很喜歡打機的… 但是他不懂用電腦… 不懂中文打字… 那我就想起… 很喜歡打機的… 那麼我想起… 在… 第一本的《科幻小說》 那時候叫做《科幻小說》 他是寫《科幻小說》 但是實際上他… 後來就叫做《圓幻小說》 這裡就寫了1988年的時候… 的《月末》 就是… 我最近又拿出來看的時候… 那個感受是… 很有趣、很不同的 因為1988年… 電腦都應該還未… 很盛行… 就是… 很未普及的年代 那麼在… 王先生的這一個… 這一本《月末》的小說裡面 就提到主人翁 就是寧道宇 那麼就… 將… 一本的《日記》 然後就… 拍下它 然後就上傳去到雲端 雲端… 當然我們今天就是上傳電腦 然後… 就是它裡面描述了很多的 就是… 就算在千里以外 都仍然是可以… 就是下載下來 但是… 在當年的來說 其實… 都是一個很… 很… 很… 就是對我們這些 不是很懂電腦的人來講 都是一個很匪夷所思的一種想法 可能… 那麼… 當然這個… 我想它不是天馬行空 去… 去想這麼簡單的 就是… 在這方面也會看過很多… 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知識 這樣… 好 那就… 就提好了 顧先生到達了 那麼我們可以… 就是… 將個球… 我相信今天… 其實除了我們的組合之外 你們的組合也有些來看… 看… 看過時 有些來看顧先生 當然要看顧先生 喝了很多 那我們就… 可以將時間… 那我們就… 歡迎顧先生來這裡 其實我記得他應該是… 很早已經用中文打字 我想這件事真厲害 因為… 我跟他剛剛相反 我跟他相反 都很離譜 這方面真是… 說起來也很慚愧 說他真的很早 很早他已經會用中文打字 所以… 所以… 懂不一定用 所以他很快 他可以很快 王太說他每一天寫15張稿子 每一天 就是… 用手寫的 寫完一張 那天就休息了 是一個很有計劃的創作人 計劃是計劃每天寫多少 但實際上… 是從來不打底稿 我們其實也有時候也很奇怪 例如《大唐雙龍傳》連載了五年 但是… 是不打底稿的 是一個真真正正的 讓小說裡面的人物 小說裡面的故事 帶動他的思路 然後… 怎樣走就怎樣走 他的小說也不像金融那樣 寫得不好就再改了 寫得不好就再改了 他也有修改了一點 但實際上… 就是… 我想是一個很有趣 一個從創作人的角度上來說 他永遠不知道他的創作會去到哪裡 給我們訊號 我們那些人也不見了 很詭秘 不過… 說回今天這個課題 《不負子生》 就為他舊同事 我也覺得他絕對是不負子生 因為… 我看過這個名單才嚇到一條 即是可以在… 不在那麼長的時間裏面 可以有那麼多的著作 其實這個… 即是我們古代有所謂立言不留 即是我們所謂三不留 起碼… 阿占子也可以是立言不留 因為這些小說 是可以一直流下去 讓以後的讀者都可以看得懂 另外來說 就是… 我們也很感激他的 就是他也將他自己收藏的很多的畫 是捐了給香港藝術館 使得香港的市民 都可以分享他的藏畫 其實這件事是很難得的 我自己對這樣的作為 是非常欣賞的 因為… 我發現有些很有錢的人 很多收藏都要去拍賣 我最看不起這個人 即是很難得的 即是將自己的人的東西 和別人分享 其實應該是這麼做的 所以… 這件事我們也覺得… 是值得我們懷念的 其他原因就是有這種高峰兩節 是非常之好的 我們真的要等一等 但是在等… 這樣才是重要的 對呀 千呼萬喚 好的 剛才提到… 我差點想說了顧先生 剛才提到黃先生的創作上的事 我想如果待會我們再有時間的時候 我先和大家分享 那麼我們現在請顧先生來出現 這次是真的 你好… 好 其實問題在手機裡變 所以我們要替手機 我並不尊重大會 首先說明 很感謝顧先生今天來到現場 和我們一起去思念黃先生 黃先生 我們也想… 大家都知道了 顧先生 當年有演過《尋巡記》 我們也想… 從一個演員的角度上來看 看劇本 或者看小說 你對黃先生的小說有什麼看法 或者你自己對她的沉巡的演繹 首先我拍的時候 其實是… 沒有看過那本小說 那…公司就… 其實我們那時候拍戲也挺… 我們叫做流水式作業 但是當我拍攝了劇本 我拍攝的時候 我拍攝的時候 我就發覺到 其實那個戲本身有很大的空間 所以在拍… 還有那個小說本身呢 我之後再看了 就是… 其實有很多東西 都是我們比較難去拍攝的 譬如說… 《韓少龍》是比較風流的 我們沒有可能在電視上拍這些東西出來的 但其實我們已經盡量表現到它很風流的 但是我們用了很多現代的一些方法 譬如說… 那時候我們拍攝的時候 其實現場我們沒有預備到 譬如我們穿古裝 有一場戲 說我不知道… 去到那天又要晚上在馬鵬睡 那便脫了一件衣服 那他又沒有想到脫了一件衣服 裡面是什麼衣服 我說脫了一件衣服 你打算回來的時間就不太久 那應該有一件T恤 裡面有一件波褲 我記得那時候 那個T恤和波褲是一個副導演 我們現在立刻脫出來 讓我穿 我要拍攝 所以其實我們是在戲裡面 加了很多東西進去 但是我最欣賞《沉巡記》的一個原因是 它不只是穿越的一部小說 它是說有關於巡代很多歷史的東西 很多歷史的人物在裡面 那項少龍回去 其實它是周旋於在歷史之中 但是它有一個遊戲規則 就是不可以改變歷史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是… 可能在沉巡記之前 你會看過一些穿越戲 例如西邊就好 那你會看過很多 但是它這個穿越戲 是關乎到我們的一些國家的歷史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特別 還有優勝的地方 那你自己在演繹 即是項少龍這個角色 除了是做風流的這一方面之外 你自己怎樣去看這個角色呢 項少龍其實它本身 我們設定了 它是一個G4的特工 因為其實是想它反應快 那怎樣設定 其實因為剛才我也說過 因為始終都是流水在月的工作 有時候我們面對一些武打的場面的時候 往往他們的設計都是把漢少龍設計到會飛 會輕功之類的 但是那時候我去到現場跟他們說 其實你可不可以… 我們的設計… 但最後也做不到 我想漢少龍的打法是他的反應神經很快 譬如說他可能會用一些體操上的東西 譬如說湯瑪斯盤旋 單槓大回環去打 因為有一場真的跟王展在塔上打的 其實我看這個場地 其實很可以放到這些東西 但是因為… 你叫他做他也未必做到… 叫個武師做單槓大回環 湯瑪斯盤旋 他也未必搞定 但我覺得其實你問了怎樣看你的角色就是… 我覺得挺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除了有G4之外 他自己本身是熟讀這個秦代的歷史 所以其實我們拍攝的時候都加了一堂… 不是加了一場戲就是他惡補歷史的 就是你知道有時候可能真的回去不記得很多東西 所以他就是穿梭於歷史之間 但是你就知道不改變 但是那個趣味性就這樣產生出來 那杭少龍是一個反應很快很聰明的人 所以我覺得他除了風流剔堂 不要說他風流 還有他自己也是一個很機智的人 我經常覺得他像一個鐵金剛 如果你再拍了 那你覺得還有什麼可以發揮呢 這一部的戲 再拍就精彩了 我想拍韓宇長大 我陪他一起長大 但是怎樣去到… 那就真的好看 就是你自己加了很多東西 加其他的東西 再拍就不是沉秦記 就是不打算再拍回沉秦記 再拍就應該是… 可能有機會是第二個故事 但是如果你問他再拍就… 我想拍的可能是現在這個電視劇的一個… 因為其實那個小說也沒有 我想再拍下去 不過仍然是秦代 就是秦少 那你後來自己有沒有看回這個… 有了 因為我們要做… 現在要拍電影版 所以我們先看 你自己現在… 當年演過了 現在你再看回小說吧 其實在沉秦記之後 真的有很多穿越的電視劇出現 很多的 其實現在… 很多的都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是… 為什麼要再看一次 我想回憶當時我們拍攝的一點點滴滴 我們在中間裡面可以… 如果真的要重新拍一個故事 又或者不是我們見過的一個沉秦記 用什麼的角度 用什麼的講故事方法 用什麼的包裝去再重新推出沉秦記 這是一個挺大的挑戰 是的 有定論味嗎? 或者… 有,不過這是商業秘密 暫時不能說 一些小小的構思 什麼? 小小的構思 小小的構思就是… 項小龍… 真的不行 一穿就沒有了 明白 我還想讓你可以說說 這個沉秦記的再生版是怎樣 我們說回當年 如果將來我們看不見 說回當年 你還可不可以跟我們再分享多一點 譬如當年拍沉秦記的時候 有些趣事或者… 咦,你有沒有見過黃山的當時? 有,有跟他吃過飯 有吃過飯 那大家的交流是… 他比較… 他…他…他…是否住在長洲還是哪裡? 大魚山 大魚山 大魚山? 梅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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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我覺得他已經是與世隔絕了 你看到他的造型… 是… 還是世外高人 所以… 我… 當時我不是很感動跟他說話 他真是一個… 第一個是一個前輩 第二,我覺得他很天才 他真是… 他怎會想到沉秦記出來 然後就是… 我回去跟他吃過飯的過程 沒有怎樣問他怎樣去寫作 我就回去問他在梅窩的生活是怎樣 他也是深居簡出 不是很接觸別人 很喜歡自己的家 我那次吃飯是跟吳鎮宇一起吃的 但吳鎮宇是沒有份做沉秦記的 又不知為何一起吃 OK 那… 黃先生給你的感覺 剛才你說過 是一個世外的高人 那… 在沉秦記 他會不會對你 對拍攝沉秦記有幫助呢 有沒有幫助 有的 因為他已經做了一個… 他已經做了一個… 你一定要走這個方向 即他有沒有指示過 反而我們… 沒有… 我們反而當時最大的困難 是要面對… 因為始終我們做電視劇 是一個合家歡 不是一個家庭 是一個入屋的電視劇 所以我們要顧及很多很多東西 有些東西是在電視的尺度 我們不拍得出來的 有一場是阿夫人出獄的那些… 我們已經… 即是出獄了 所以你看到那一盆水裡有很多煙 就撕了很多乾冰進去 免得太暴露了 對不對 但演員又慘了 就冷到… 在那盆水裡 但又可以假裝熱了 好 那沉巡記現在你自己有沒有再看的 有的,我每天都看的 非常好 我前一陣子都拿過出來看 有沒有覺得哪個地方你自己… 當年是… 因為你後來有再看小說 那有沒有哪個地方你覺得你自己… 做得特別好 或者是做得特別不好 其實是那個… 我想… 除了沉巡記王毅先生之外 我覺得當時的編劇都應記一功 就是電視台的編劇 因為要去… 將那個小說去令到入董屋 去寫一個劇本出來 其實他都有一定的困難性 我覺得最應記一功應該是… 編劇、導演 因為其實當時也都是…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我們第一次 正式回到內地一個這麼大型的製作 又要去內蒙 又要拍千軍萬馬 但是你知道電視台 多難拍千軍萬馬才行 就是百多人又扮千多人那些 就是挺辛苦的 所以當時的感覺就是… 因為我自己有看過沉巡記 我都覺得OK的 都能拍到的 當時是難的 因為我很多東西都沒有試過 要在第二處 這麼大批演員 這麼大的組織 去拍攝一個穿越的電視 還有其實當時最開心的就是… 大家知道有些事情… 譬如說那天的時間差不多 但是大家還有一點時間 15分鐘半個小時 我們都會可能… 可能跑去一個地方 不是坐車 就是拿著機 拍攝一個景 可能一個日落或什麼 其實當時大家都很希望這個電視劇做好一點 還有這個電視劇在當時是很新的 沒有試過去拍的 沉巡記之後可能現在很多 但其實當時大家都是抱著一個… 就是一半一半的心態 希望可以做到一個電視劇 其實我又不太明白 新的意思是來自哪裡呢 那時候是流行看那些電視劇 《斯拉殺手》 《一號皇庭》 《妙手人心》 你突然整部穿越來的 你也拍過兩個… 我記憶中你1995年的時候 也拍過《神雕俠女》 然後又拍《尋巡記》 兩個都是當代武俠小說大師的作品 你自己有什麼不同的感覺呢 尋巡記那個… 首先金融的小說我也有看 《神雕俠女》 我自己小時候也有看過劉德華的版本 那麼… 為什麼我沒有笑 我沒有看過的 我拍完我自己的那個才回看 但是… 尋巡記沒有了 之前沒有人拍過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在摩索的角色上面 剛才你說過一個現代人 回到古代 其實我覺得… 幸好黃先生的語言 也是用得比較現代的 所以我想在文咒咒上面 就不會太難 但是一個現代人去演繹一個… 即是古代的現代人的… 現代的古代人… 古代的現代人… 的角色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情況呢 所以我們加了很多細節進去 譬如說去到真的叫東西吃的時候 或者自己要賺盤川的時候 那個過程是怎樣的 因為有時候可能… 真的要拍的時候要自己設計很多東西 我記得有一場他說要去茅廁 然後問他有沒有廁紙 或者什麼之類的東西 他說沒有 用竹片自己刮一下 是否真的有這樣的東西 我小時候也聽別人說是用竹片這些… 除此之外呢 有沒有再可以跟我們分享 難得你來跟大家說說 當年拍《尋巡記》的一些… 的…的…的…的趣事 最開心的就是其實…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 現在一般的… 不是一般的 所有的古裝電視劇都是… 他們有一個… 既定模式的 就是因為… 始終是一個拍攝方法 因為他們可能這些機器問題 那麼我拍的時候 我經常都說 如果一個現代人 你不會說說是 突然間你走到窗外 看著月亮的嘛 那所以我就說這些應該不會有 譬如說有些… 我有一場很深刻的就是… 因為古裝是這樣的 你凡是出獄 因為古裝的尺度 可能會在一盆水裡 審很多的玫瑰花瓣 那我拍的時候 我就不出聲 陰陰嘴笑 拍的時候 我就說行了 你不要再審 我不是拍廣告 麻煩你走出去 這些不是你自己… 自己在現場加入的東西 你是出獄的嗎 不是 不是那個應該… 我忘記是雪兒 還是孫圈出獄的 但我不知道要跟我說幾句對白 但是導演就一直鋒著那個丫鬟 審黑販 然後才給我 等等等等 你別再審了我 當然可以了 還有什麼要求… 要求… 那你可以… 你可以把你再用… 剛才講的 用普通話講意思 那我們重新開始好嗎 減縮版就可以了 他們現場要錄影的 所以你等一下問他拿一個版本 他們會拿這個寂寞給你 回去慢慢看 新版本的審訊給你 不能再… 你還要… 你還要放在那裡嗎 我忘記了問什麼 因為已經被人影響了 他要求說普通話 對… 我應該… 我要用普通話來說 還有什麼要求 有沒有從… 那你有沒有問題想問 從歐洲過來 花國過來的 有沒有… 那你真的海章池來 你坐下來了嗎 可以講 可是… 其實是否有法文環節呢 是有法文環節的 家瑋真是… 不要弄這種事 差不多了… 顧生的時間差不多了 離開之前再說多一點 我… 哇… 你真的這麼遷就我 我還不就離開 完成訪問之前再說多一次 好的 呃… 我等一會兒補充回普通話 不是… 首先… 待會兒再補充普通話 首先我自己很榮幸 有份拍到尋循記 那… 我覺得尋循記是一個 很…很…很…好的一個小說 那… 我也很榮幸可以做到 韓少龍的角色 那… 雖然王傑先生離開了 但是我覺得 我有份參與這部戲 這個角色 是我… 一生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時刻 那…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王傑先生 他雖然離開了 但他的精神還在這裡 呃… 我很榮幸可以做到 這個尋循記的 然後我也很榮幸做到 呃… 香蕭龍的 呃… 雖然 王傑先生已經離開我們 但是我覺得 我有機會可以參與他的 小說 這個改變版 作為這個電視劇的 呃… 男主角 我覺得很開心的 呃… 希望你們可以一直的支持 這個王傑先生 雖然他離開我們 但是… 但是他的精神還在的 謝謝 好 多謝古天樂先生 丁申豹博士和主持人 雖然如此 男主彥 都玉不暗 男主角 演唱 女主角 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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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